天氣太熱 中醫診所內最近來刮沙散熱的民眾增加三倍 就是因為天熱 毛細孔張開 民眾頻繁進出冷氣房 身體吹了冷風 造成頭痛 嘔吐 咳嗽 食慾不振 罹患所謂的熱感冒 身體的調節 溫度的功能 沒辦法適應 這個是溫差調控引起的 那是屬於一種自立神經的一種因素 那對我們中醫來講 它是一種舒適型的感冒 小心天熱感冒難受 但為了消暑 有人狂灌冰水飲料 身體反倒受不了 所以在短時間內喝太多水會水中毒 所以水中毒就是造成低血納症 可能會頭昏 無力甚至昏迷 醫師建議藥房中暑 早上10點到下午4點減少外出 在戶外一個小時避暑10分鐘 還有喝水少量多次 並且注意自己是否有缺水的徵兆 我們把手臂抓起來就會揍作像一個小山 那如果馬上彈開的話 水分夠的時候彈開的速度很快 中醫方面可以動手煮杯消暑茶 像是生菊茶 菊花 人參 麥門冬各10公克 有消炎 消腫的功效 還有酸梅糖 山楂 甘草 各10公克 烏梅兩顆 加點砂糖調味 可以止渴 促進食慾 另外來杯櫻沉茶 也有清熱解毒 養肝的功效 夏天肝要顧保 因為清晨代謝快 尤其菩薩羊的方法 對於肝的困難很重 民眾想防中暑 還是得注意小細節 才不會消暑不成 反而造成熱傷害 UDN TV 客室章 張一華 台北報導